你美国要进去 我大陆这边外面一圈封锁线 你进吧 你进我打沉 你不进我不动你 你进还是不进 你乌克兰那边连着 而且乌克兰跟波兰的边界 到现在是通的 你都没有进去 你说你在台湾那边的安全程度 比这个强度更高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 你真的从军事层面来讲 对于中国大陆这样的国家来 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 我们的实力如果足够强 我就开玩笑讲说 你所有加入美国同盟体系的 那些国家或者是地区 或者是那些地理上的位置 你都在我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 就是我跟你分摊多少当量的问题 你跟美国站上边 就是我的合法打击目标 中国大陆现在的办的思路很简单 就是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我不跟你走 我绝对不跟你走 为什么呢 因为跟你走啊 搞那种什么军事同盟啊 战略对抗 这个是你的强项 我没有那个强项 而且这不是我的需要 我需要的是什么 我需要比如说台湾 这个地方是没有商量的 我会把我所有的这个牌都放在这 其他地方 我就是朝着人类命运共同期 就是告诉大家 我给你选项 你愿意跟美国玩 甚至你在政治上 安全上跟美国玩也行 你经济上愿意跟我玩 大家一起玩 然后我相信日久见人心 时间长了 谁都知道这个事情应该跟谁玩 还有一点呢 趁这个节骨眼 我想请教请教您的看法 就是波兰 我们谈到这个这个这个 波兰现在有些有些很有意思的动作 你的观察是什么 波兰是这样 就是从打仗开始 从这次开始 就是从普京发第一个演讲开始 我当时其实就非常困惑 我看不懂 我一开始看不懂普京在说什么 就你怎么能说乌克兰是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呢 好奇怪 怎么有这种说法 但是我后来去翻了翻历史 发现他这里面有问题 他挖了很大一个坑 就是某种程度上 我说的有很多人喜欢用阴谋论的框架 就稍微说的那个玄乎一点 就是这个讲话 如果波兰境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兵呢 它其实是会有点想法的 它就是会有点想法 就是就就如果用这个西方媒体的话来说 就有点像狗哨的这种效应 就一般人是听不懂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有那种强烈的领土复原主义倾向的 那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话 在波兰内侧 是会被这个讲话说的 就是有点感觉 就是某些地方是会被触动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实话实说 如果像现在东部这种情况 慢慢的被啃下来 被啃下来了以后 北约和欧盟并没有拿出什么实质性的举措 能够进行有效的管控 然后呢 乌克兰又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的力量 去把那些地方收回来的话 后面慢慢的 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我预期大概过个两三年 或者过个一两年 这个一两年指的是整个乌东那边的局势 平定下来之后 一两年 大家都会觉得乌克兰就像一个树上成熟的果实一样 就波兰那个时候 我觉得想法就会比较多 就想法就会比较多 现在他的一些表态 他的一些表达究竟怎么样 因为不好说 因为现在信息比较混乱 有过一些消息 但是我后来找人去那个波兰那边核实 在波兰当地的媒体上表现的会有些差异 所以他内部应该也有一些管控 也有一些就是说那些比较微妙的博弈在那 但是有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 不说波兰政府也不用波兰主流这样的表达 在波兰内部持比较强烈或者是激进的 波兰民族主义立场的人 对乌克兰不是完全没有想法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说 当然至于说这个想法 什么时候会变成形状 什么时候会表现出来 这个两说 这个两说 但是波兰这个国家 你想今天上你节目之前最新的一个消息 他在骂德国 说德国没有把坦克给他 后来德国传说你不要给我瞎搞 波兰的打的如意算盘是把他们家库存的旧坦克送给乌克兰 然后呢问德国去补货 德国人说行啊那我补一批旧的给你 波兰说不行 我要你最新的就德国自己都没怎么装的很多的最新的一批鲍二改装士 波兰我估计提出的要求不仅是数量上十字大开口 而且就是要求一比一 一辆换一辆 就一辆换一辆 而且我不补你差价 那你不是白转啊 这德国人怎么可能 德国人说了你看捷克那边 他们弄了二十几辆过去 还是弄了多少 反正他们补了捷克二十几辆 但不是最新的 大概是两三代以前的那种 那德国人你说那我还是补的呀 对吧 但我首先我不可能一比一 其次我更不可能把自己都还没有用的最新的东西给你波兰 人家不是十字大开口吗 不是这样子来做的 所以波兰是一个有强烈战略投机传统的国家 它历史上一直是这样 就是它的那种情感性的冲动和战略投机一直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未来会怎么样 还真的不太好说 但是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你看啊 全球关于乌克兰的这个态势报道 马林乌布尔的那个钢铁厂彻底被俄罗斯人控制之前和控制之后 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因为标志物没有了呀 对吧 现在你在乌克兰要讲一个故事 讲一个乌克兰强力抵抗俄罗斯的故事 你不太好找标志物啊 你找不到东西啊 本来好歹是一个钢铁厂 不管怎么样 反正是一个钢铁厂 那现在那边已经投降了 然后整个其他地方的局势没有打得像美国人预计或者大家预期的那种就是催苦拉凶 但是他慢慢的在啃 慢慢的在推进 对 我很喜欢你用啃这个字来形容 我觉得很传绿 就是啃嘛 就是啃嘛 就啃骨头嘛 对吧 而且就是说句那个的就是所谓的结印寨打呆仗嘛 就一步一步来嘛 我也不要什么花里胡哨的什么迂回啊 穿插包围 咱没有那洋钱打不了的洋仗 你就认认真真地去啃就是了嘛 你觉得这次的战争结束之后对亚洲的情势会有多少影响 目前我实话实说 目前看起来这仍然是一场欧洲的地缘政治这种大的变革 就动的是欧洲 动的是欧洲 当然它会有一些外传的效应往外传 这个外传的效应呢 其实倒是还是集中在美国身上 集中在美国身上 这里面有几个 第一个你比如说 美国如果动用金融工具去制裁一个国家 可怕不可怕 这个其实现在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境 就是说在金融方面 它基本上已经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能够用的招数都用了 不能用的招数也用了一部分 结果不能说俄罗斯没事 但是俄罗斯没大事 这个事情很伤啊 就是美国在出手之前 金融被视作为是大杀器 引而不发 一箭封喉 对吧 但是 发了 没封喉 这个就很麻烦 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 就是所有国家都会想说 第一 美国是会用金融当成武器的 第二 它是会给我构成一些伤害 第三 没那么吓人 没有它 我也能玩得转 那各个国家心思就开始活落起来 就要开始避险了 那以前 有人说人民币要国际化 美国人就跳传说 你看中国脑后有反骨 它要反我 对吧 大家 然后别人就说你中国找事 为什么 美国挺好的 美国很良心 美元那么安全 那么稳定 没出什么事 我为什么要换人民币呢 现在这个问题 美国人自己回答了 我会出事的 我会抽风的 你放我这的钱 我会没收的 那比如说 那这样的话 我换点人民币吧 我不要把美元全部换掉 我换个10%的头寸怎么样 或者我放个15%的头寸 换一下 然后我 你像沙特 现在估计美国人做了工作 稍微消停点了 但我估计后面还会推进 这是关于沙特 卖给中国的石油 用人民币结算的事 这个放在以前 就是沙特要造反 对不对 美国肯定就镇压了 美国肯定就镇压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沙特的那些王爷们就说 你要没收我的资产怎么办 我扪心自问 我沙特不可能是你永远美国的最爱 你突然间有一天在人权上嫌弃我了 要没收我的资产 我怎么办 我当然要背一点人民币了 而且我没有把所有的都换成美元 对吧 那我觉得这些影响 是俄罗斯 就是这次乌克兰冲突的 这个外溢的影响 还有包括什么 所有人都在看 你乌克兰 之所以敢跟俄罗斯人这么杠 杠到后来逼俄罗斯人这样出手对付你 是你相信了美国对你的保护 对吧 那你美国的保护这个commitment 这个橙色有多少呢 就打到现在为止 82空降师的一兵一卒 都没有出现在乌克兰境内 就停在波兰边界上 很认真地守着北约的边界 然后北约也没有火线发展乌克兰入党 然后芬兰跟瑞典的这个火线入北约的申请 居然被土耳其给拦住了 那你美国在干什么 你美国给出的这个promise 这个commitment 能不能相信几分成色 而且 再怎么样 乌克兰后面是欧洲大陆 是你北约有前进基地直接连着的 你将来我们不去说类比 但有人就是要类比的话 台湾这边都是水啊 空啊 你美国人怎么进去啊 你也就要来说 你还是要来说 你以后这边的东西 你以后 这个火线就要去 就是要离其中 这个火线就要来说 这边有什么火线 也就要来说 在两边 这边有一个火线 我们俩的火线 在那边 就要来说 这边人 我们俩的火线 我们俩的火线 现在 都要去 这边 没搞